Hello 大家好 這次這段影片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怎樣組織 Open Schedule Book 我所用的就是Muji很便宜的10元的週間寶 Schedule Book的封面就是由Scracker Paper而組成的 之後你會看到有三張份裝卡 三張都是我的最愛 所以我就這樣貼在封面上 然後你會看到有三張Op Station的Sticker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們 而背面就是我用了一些在Lush的Catellite裡面 剪出來的素材去填貼而成的 亦都加了一些很簡單的復活貼紙 那好啦 然後到裡面的部分 你看到我左邊也沒什麼裝飾的 然後你會看到有些MT 啊 Sticker 這樣貼在我本Schedule 上 另外你也會看到一些貼紙箱 或者我自己製作出來的照片都貼在這裡 另外就有一些用Decorush看出來的圖案 就譬如燈泡仔或者一個水彩的圓點 那待會會詳細再說的 那其他全部都是大約這樣去organize的 那就是用MT 啊Sticker 去設計的 那如果你仔細看 就會發現我每個月都會用不同的顏色來做主題的 那譬如10月這樣 我就是用藍色做主題的 而到11月呢 我就是用黃色的啦 那我就覺得這樣容易區分每個月的 然後呢到12月我就用聖誕的MT 那然後就說一下怎樣寫下我的特別日子啦 那例如假期的話呢 我就會用一支Sarasa的圖紅色的筆去寫下 譬如這個就是The Day After 重陽節啦 那這個很淺色不知道看不見啦 那因為我學校就很特別的 就是有時候呢 星期二的筆可能會上星期五的timetable啦 所以我就會寫下它 然後到時我就不會收拾書包 或者上課堂的 那我就是用Sarasa的滑水綠色去寫下它 Sorry啦 我的相機那幅有點壞壞的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個蛋糕啦 然後前面寫了一個人名 那代表誰生日 那我就會寫下它 那生日日我就是用這個Sarasa的滑水藍色 那然後呢就到我最討厭最討厭的test和exam啦 那我就會用紫色的Sarasa的筆去寫下那天要考的科目 那然後呢就是重點的部分 就是講一下每個point 前面那個symbol是代表著什麼啦 那你見到會有燈泡的呢 就是代表著我那天要做或者是功課那些啦 那後面也會有一個格子的 那就是NT來的 那我每次完成的話 我就會踢一踢這樣 那你會見到有個呢 就是有碗書啦 拿著一支筆這樣 這些就是寫下測驗啊 密書那些的 現在也是非常實用的 那然後呢 到我最喜歡的七彩水彩波波之類的東西啦 那這個就是給我記錄那天我要去的活動啊 要出席的東西啊等等 然後呢就到這個很可愛很Q版的玩具 那這個呢就是寫下我要跟人scarp 就要寫下它啦 或者還有一個紀錄啊 其實 然後呢就有一個是銀包仔的 那這個就寫下我要還錢給人啊 或者要給多少錢啊 這樣之類的東西啦 那這個跑步的紅仔呢 就是代表著呢 那天我要去跑步啊 或者去做fitness啊 那我就會寫下它 然後呢你會看到有些用鉛筆寫下的字啦 那這些是我呢 是預備要做的 但是我又沒有計劃好要做的東西啦 我都會不斷地用鉛筆寫在旁邊先的 那方便我以後就不用再用圖去打呀 圖來圖去這樣啦 那我好簡短的呢 就說完我怎樣organize我的schedule啦 那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段濃縮版的video的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片想要我拍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的 我們下段video再見啦 拜拜